好 还记得上周圆规台风带来的豪雨 造成了玉璃镇大雨里有8户的住户淹水 那么居民表示从来就没有这么严重的淹水过 认为是台九线上的拓宽工程所导致 希望施工单位能够来负责 那么花莲县副宽旗立委服务处 在19号的一大早就邀请了施工单位 地方居民等办理协调跟会看 上周的圆规台风下了四天的大雨 位在玉璃镇的大雨里有8户水淹到大腿 家中的电器都损坏 花莲县副宽旗立委服务处19号一早就来到大雨会看了解情况 居民表示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的淹水过 认为是台九线上的拓宽工程所导致 希望施工单位能够负责 为什么会淹水 原来就是我们的那个那个路输尽 水沟的输尽没有输通好 甚至呢太窄造成排水啊 没办法马上迅速来排水 所以说要求我啊 那个带统来会看 能够让我们的执行单位 也就是我们的苏阿改工程处啊 能够立即来改善 华丁县富坤其立委服务处邀请施工单位居民等办理协调会看 根据会看之后发现 主要淹水的原因就是因为水沟的输菌并没有做好 造成排水问题 那目前第一个就是沟渠的宽度部分啊 我们依据我们县府的长城的那个水粒输尽工程计划来执行 施工单位也说会再加强输菌以及水沟排水问题的改善 另外因为淹水导致居民的家电 汽机车的损坏 施工单位表示会补偿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